Hi guys,我是Vaness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也对美妆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更新最新最热的美妆产品 先看后赞,好运不断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今年2023年斯佛兰的Vib Sale已经开始好几天了 那我今天才给大家录这个 我个人觉得斯佛兰值得购买的一些美妆产品 就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觉得好用的一些美妆产品 那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年龄复制都不一样 那这些产品都是基于我个人的喜好 首先是底妆类的产品 今年我推荐的防晒 霜是这个C还是C的 今年的视频我好像提过好多次了 去年的斯佛兰我就有推荐过这个 这个还是我今年的最爱 它是一个全物理的防晒 它有SPF35 它是一个Face Sandscreen 它里面的成分是 玻尿酸、维他命C和Zinc-Austine 我对它是一点过敏都没有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的油润 它里面有Pipe Dye Ceramize 然后它也还有玻尿酸 它也是一个纯物理的防晒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在我脸上会起反应 不是那种大的过敏 就是每次涂完它 就是在脸上会有微小的颗粒跑出来 不知道是因为它的质地太厚吗 它是这种霜状的相比C的那一款 C的那一款是非常好能乳化 它挤出来是乳状的 但是一涂马上瞬间就被化开 就被皮肤吸收掉 那这个呢就感觉质地很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成分问题 这些成分我都没有过敏 可能是因为它的质地太厚重了 它的碳多亮 它的mineral oil加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 放在脸上就是有点忽脸的感觉 然后就会起一些 卸妆的时候就会起一些 非常小非常小的小颗粒 就是皮肤不太平整 有那种tature 如果小伙伴也入了这款 COSIS的防晒 可以留言给我 你喜欢这个防晒吗 它会让你过敏吗 今天有三款讨论度还不错的 有色面霜 一款是Denisa Marix的 Yummy Skin 还有就是Hourglass这个Skin Tint 最后一个是Bobbi Brown的 维他命的有色面霜 那这个三款 我应该都有做上妆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上妆不同的效果 总结来说 我给它排个名好了 觉得第一名就是Hourglass 第二名是Yummy Skin 最后一名是Bobbi Brown的 维他命面霜 我不喜欢这款Bobbi Brown的 有色面霜的原因是 它在我脸上非常的干 出现斑驳的现象 用镜子仔细看 就会有结块的现象 然后会看到 它卡在皮肤的纹理上 会把我的皮肤 弄得非常非常的干 但是它质地挤出来的时候 还是蛮水润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油中带干 是不是给 柔性肌肤设计的一款 有色面霜 我不知道 但是对于我这个中性皮肤 偏敏感的中性皮肤来说 我觉得它会干 而且它不是特别容易吸收 它有就感觉 有一层膜在皮肤 留在皮肤表面上 然后你要再去碰它的时候 它就会涂不匀 Denice Amerix 这款有色面霜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挑不出太大问题的 一个有色面霜 我觉得它适用的人群 也非常的广 它涂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但是没有特别的惊艳到 我是一款还不错的 一个有色面霜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 Hourglass的 这一个 Hydrating Skin Tint 它的名字就是一个保湿的 有色面霜 那我觉得它涂起来就是 我的素颜神器 就是它的遮瑕力 当然是不好 蛮低的 如果你是一个中度 重度瑕疵皮 那它肯定是盖不住的 如果你是一个油肌 那我觉得你也不太适合 这款有色面霜 我觉得这个有色面霜 适合三十几岁以上的 然后中性肌 肝肌比较适合这款 有色面霜 涂上去就是没有什么妆感 伪素颜神器 像这种非常油润的 有色面霜 你指望它带妆 很久很久不脱妆 那是不现实的 不可能 它质地这么油润 就是不适合是那种正式 你想要画一个全妆 或拍一个照片大片 或去重要的工作场合 要工作很久 这个面霜 这些面霜都是不行的 这些面霜就比较适合 比较casual的去逛个街 然后去见个身 去买个菜什么之类的 几个小时可以完成的 出门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涂它们是非常好的 今年底妆出了非常多 非常好用的底妆 我觉得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G1C的这一款 Price Me Libre Foundation 这个是Skin Caring Glow 它是一个光泽款的 好像还有一个雾面的亚光款 那我喜欢的这个是光泽款的 它对我来说 它应该是2022年初的 还是2022年升级的 这个粉底液 我看在YouTube 在小模式上的讨论度 都不是非常的高 就比较默默无闻 我感觉是 没有到爆火 但是它真是一批黑马 它是不显山不露水 沧海遗珠 我的沧海遗珠 我今天底妆就是用这款粉底液 然后上了一层散粉 那我觉得它的遮瑕度 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日常生活中 如果不上散粉呢 或加一点粉饼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 自然的natural glow的一个妆效 日常生活中呢 就不想要太夸张 太over 太perfect的一个底妆 不然会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干嘛 你花了一个全妆这样子 这款粉底液呢 就是那种 无论从你的使用感受 或者是妆袖上来说 它是一款 看起来你没有那么非常努力 化妆的一款粉底液 但是又非常的好看的一款粉底液 今年的concealer 我推荐两款 一款是GUCCI的 一款是TOWER28 这两款都是比较滋润型的 我觉得它在我眼中用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眼睛和嘴角是偏干的 偏敏感的 尤其我眼睛是 不但是偏干会有细纹 而且是偏敏感的 如果你是一个 这两款是比较偏油性的 如果你不定妆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化妆 通常这种比较油润的concealer 在我想要把它提亮的部分上完之后 如果它胶脸上还是没有set的话 没有干的话 我会上一层定妆粉 使用下来这两个上定妆粉之后 也不会太干 我觉得这是完全我可以接受的 那这个Gucci的我的色号是15W 15W这个色号对我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偏白 不是偏白 你看这个作为提亮就还好 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偏自然的 我去斯普兰店 前几天我去斯普兰店逛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选17W 就是比较自然的 就中间差一个色号这样子 TOWER28的我是 是几号 是6号吗 是6.0 这个6.0对我来说就比较 又有点偏深了 它不能拿做一个当我提亮 它只能就是 我觉得这个TOWER28的当粉底液 也很好用 这种大面积的把它上 然后铺开之后非常的自然 它的遮瑕力刚刚好 而且它上在脸上完全不会干 这个色号本来想让它上在这边的 或上在法令纹这边 我发现我把色号买深了 我就把它上在全脸 我觉得上完全脸 这个妆效非常好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真的非常的漂亮 是那种遮瑕度又够滋润度 也非常够的一个这个底妆 接下来非常推荐的呢 就是今年的2023年Hourglass的 圣诞限定的面部盘 这两盘 这个Au是我定制的 它是一个Jellyfish最浅的那一盘 然后这一盘 Snake它是Leopard豹子盘 原本是豹子盘 我觉得这两个配色都是非常实用的 今年的配色我觉得最浅盘 比去年的Butterfly的配色比较合理 去年的Butterfly 前一两个月看下 凹它在半价 就是过了一年之后 这么久 还没把它清出去 那盘真的是 就是两颗红色 通红通红的大腮红 然后全是特别白 特别白的散粉 就是 是什么 是那个 是如花吗 特别白的脸 两颗通红通红的腮红 哇不错呀 今年的面部盘呢 我觉得设计就非常的合理 这两盘我觉得都非常实用 如果你是皮肤 非常的pale 非常的浅 黄衣白到黄1.5白 我觉得用这个最浅的盘 如果你想要健康肤色 黄2白到黄3白 你可以尝试这个 Medium这一盘 我觉得这两盘的美度 是一样的 就看你喜欢偏深一点 还是稍微浅一点 因为这个第二深的盘 它的散粉啊 就是喜欢白皙的美眉 上它会觉得 会有点深这样子 今天斯芙兰打造推荐的 修容产品是这一个 Rare Beauty的Countour Stick 它这个产品是26刀 性价比非常好 这时候就20出头吧 20出头刀 这个质地非常非常好 晕染 Bloom Like Dream 我的颜色是Brightside 这个颜色是一个 Couture Tone的 是Couture Tone里面 最浅的色号 那我之前还买 另外一个颜色 找不到了 它比较深一点 发现这个颜色比较好 还有一个 之前那个颜色 是Happy Soul Happy Soul会 对我来说有点深 然后还有我今年 还有一个比较 neutral的一个 最浅最浅的色号 那个 我也想考虑入那个颜色 那个颜色就是 不会像这么冷 稍微有点偏黄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眼影的部分 我没有想到 斯福兰会上这个 YSL的四色皮革眼影 它是在打折前几天上架的吗 是给大家 VIV Rouge发福利吗 这个眼影 我非常推荐 我有做过它的上妆视频 我最推荐的色号是100号 这个色号真的是百搭无敌 就是无论你是冷皮 暖皮中性皮 你涂这个颜色 都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颜色 不会有人涂不好看吧 而且它也是非常实用的 它是一个中性调的 一个大地色 它的粉质无敌了 如果看过我视频 可能知道 今年的 我已经出了我的眼影的第一名 那它我觉得 它是今年眼影 眼影粉质的第二名 我第二喜欢的 我第二推荐的一个影盘 它的竖感摸起来 特别像奶油 特别的软 绵丝滑 晕染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几乎就是不费吹呼之力 就是能晕染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Shimmer的Shade 也非常的亮 超级的闪 就是亚光 sandfinish吧 这应该不是纯亚光 它这里面有三种粉质 一个是纯亚光的 然后一个是sandfinish 还有个shimmer的一个质地 那每一个质地都非常好 运燃 这里面每个颜色都能用到 没有一颗肺色 我觉得这盘是以粉质取胜的 下一个推荐的一盘盘是 Top4的 Tell Me 4 两盘阴影 一盘是42号 Hazy Sensuality 另外一盘是这个Solay的02号Tracco Desk 这两盘呢也是非常实用的配色 42号是一个偏冷掉的 它上完妆的感觉就是有点高冷 有点温柔又很高雅的感觉 这个粉质也是没话说 超级好晕染 不用怎么花功夫就能晕染得很好 这个Wide & Dry Formula 这个空背质地的粉质 一向很好的 一向很好 最喜欢的是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很好看 还有这个另外一盘 这盘的粉质就相比 这一盘的粉质稍微会有点干 这盘会稍微比较干一点 那我比较推荐这一盘 如果你是粉质第一优先考虑的话 我觉得这一盘的粉质 比这一盘好 这一盘稍微会有点干 这一盘呢 它是一个中性色调吧 它也是非常百搭 非常实用的眼盘 这是两个颜色的对比 02号的粉质 确实有一颗 Shimmery的颜色是 比较干一点的 取粉的时候 有点硬 有点干盘 下盘眼影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盘 Natasha的Yakka Palette 这盘眼影呢 我觉得它是今年 最有趣的一盘眼影 它是最适合喜欢晚装的朋友们 去入的一盘眼影 它这个配色 大盘几乎没有 看不到这种配色 就是一些Indie Brand 会出这种配色 那Natasha的粉质 不用说了 就非常的好 这盘眼影给我带来的 乐趣非常多 就是一盘 如果你喜欢化妆 喜欢玩色彩的朋友 那这盘就是能够带来 非常欢乐的一盘眼影 然后还有一盘就是 Natasha另外一盘 今年的爆款 就是这一盘 I Need a Nude Palette 这一盘 这盘眼影的配色 就是一盘非常日常 非常使用度非常高 非常大众的一盘眼影 它这个nude颜色 不是非常深的那种nude 它是一个 以粉色为基调的一个nude 然后带一点冷调和一点灰调 特别适合我们亚洲 Fair Light Medium Skin Tone的朋友们 Andy的裸盘经常会和这一盘 Etherial Palette 这个是Makeup by Mero的这一盘 两个盘会进行比较 这盘眼影的售价是68刀 这盘眼影的售价是69刀 我觉得性价比来说 我更推荐Natasha的 那这盘Makeup by Mero的眼影盘 Etherial Palette 我不觉得它难用 但是我觉得它的局限性比较小 像Natasha的硬盘 这里面的颜色比较多颗 那它你可以选不同的配色 这样横竖斜 你都可以不同的组合 像这一盘呢 基本来说 看就是配色会比较稍微 有局限性一点 然后它更暖一点 更适合喜欢 Lighting Makeup的朋友们 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 我今天的妆就是用这个硬盘 上妆呢 我觉得它有缺点就是 它虽然是粉质非常丝滑 然后闪片也很亮 但是它的对于新手来说 是比较友好的 它上色的时候要层层叠加 叠加很多层 才会达到它盘子里的颜色 然后上妆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上上这个颜色 可能过了几分钟 它就和你的皮肤融合 它就会变淡 然后想要达到一个比较浓的状态 比较饱和状态 你还要再去补它 就会有点点小褪色 像ND的影盘就是 占一次两次就给你非常饱和 非常显色的一个妆效 以上产品就是我觉得 Suflan VIB Sale 想要分享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产品 其实还有很多产品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用 想要分享给大家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还有开箱视频 我自己也入了很多东西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在Suflan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See you